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美国众议院日前举行小组会议时,一名议员已因不满同僚发言时屡次清楚他的肢体,竟直接中断对方发言,除严正声明自己是异性恋外,还怒呛你可能喜欢对同性恋摸,但我可不,印发舆论一片哗然。 根据CNN报道,争议事件发生于当地时间周二、五日晚间,一场由共和党籍州议员梅特卡夫、Daryl Matkoff 主持有关土地使用立法的会议上,当时发言的民主党议员布拉德福特、Matthew Bradford 为表达善意,用手倾出了梅特卡夫的左前臂以下,不料尽因此引爆了对方的壁雷。 梅特卡夫遭碰触后直接中断对方发言,呛说听着,我是异性恋,我有老婆,我爱我老婆,但我不像你一样喜欢男人,他接着继续数落到别再碰我了,把你的手规矩的放在你身上,你可能喜欢别的男人摸你,但我可不。 听闻梅特卡夫坑枪有力的反同宣言布拉德福特先是尴尬的大笑几声,接着解释自己出手的动作,只是为了请求身为主席的梅特卡夫能允许他发言30秒,但这个理由当场又被梅特卡夫打枪。 反向那就请求不要用摸的,引起布拉德福特第二次尴尬大笑。 现场影片经上传网路后引起热议,民主党跟梅特卡夫发出谴责,并要求他辞职负责。 据悉梅特卡夫从1999年起便担任众议员至今,过去一向以反同立场著称之于遭他只为同性恋的布拉德福特事实上与妻子结离多年,两人共育有四个小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